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似乎男孩子更容易长得像妈妈 而女孩子容易像爸爸 这是为什么呢 欢迎来到本期的 先聊健康 事实上 人的遗传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所决定的 染色体的随机分配 各大交叉遗传 险性和隐性遗传 甚至后天的生活环境 无关的发育速度不均衡 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相貌 仅从遗传的角度简单来说 人类所有的遗传信息 是由23对 共46条染色体所决定 其中一半来自父亲 一半来自母亲 在这23对染色体中 有22对是与性别无关的常染色体 还有一对 则是决定男女性别的性染色体 性染色体分为X与Y两种 男性是XY组合 而女性是XX组合 也就是说 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 母亲方面提供了22条常染色体 加上自身XX染色体中的一个X 而父亲方面 则提供了另外22条常染色体 和自身XY染色体中的一个X或者Y 因此男孩子的XY染色体的组合中的X 一定是来自母亲 而Y一定是来自父亲 而女孩的XX组合中的一个X来自母亲 对一个X来自父亲 在这里还有两条补充说明 1.X染色体要比Y染色体要大很多 也就意味着X比Y携带着更多的遗传信息 2.男性的X染色体又要比女性的X染色体相对大一些 因此为于便于理解 我们可以将男孩子的染色体重新写成大X和小Y 其中X来自母亲 Y来自父亲 所以男孩子会有更高的几率 偏向母亲方面的遗传信息 同理 女孩子可以写成小X和大X 其中相对较小的来自母亲 而相对较大的来自父亲 女孩子的遗传就会有更高的几率偏向父亲一方 这大概就是开头那个问题的答案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